大家好,我是秋叶 今天在菜市口附近的辣漫胡同 遇到一位乘凉的大妈 在聊天的过程中得知 大妈现在和儿子一块住着呢 言谈中您就能听出 大妈对儿子的满意程度 年代是多了,我没老在那 住了也三十多年了 等于这块现在变化的挺好 感情都翻盖了 地翻盖了,房东那翻盖 房这个房东翻盖 原来都好,都是错的 都是那小砖头对的 那这边就也不拆迁了吧 这边不拆迁,这不有名的吗 这挺有名的 这是不是属于那个示范的 那个谭子铜前面那胡托 谭子铜南半截 哦谭子铜南半截 也是有名的 也是挺著名的 待会我们去瞧瞧您说的那个谭子铜 现在连住户都翻走到那儿 大妈您今年高瘦啊 我81 状态挺好的 那您跟着儿子住呢 我这走道不行 腰不行 是跟儿子住的吗 您是几个儿子呀 我就一个 一个儿子就在这住呢 那照顾的您挺好的 那真好 真是幸福了 还行 那您那个退休之前 有那个 有退休金吗 有 您得有多少工资啊 退休 我是那个街道厂子 三千多 哦 一般的国营厂子 都拿不钱 哦 三千多其实也够了 也够了 够咱一个月开销的 够了 三千多不多 三千多 三千多是最低的嘛 对那个儿子 还可以给你补住点啊 那么我除外的吃饭也还不够我吃的 也够吃的 够花的了 八十多的真不多 不多 您那个它那小屋是有多少平米啊 现在哪家不接都接出来了 哦 都是八平方米 八平方米 但是呢又接出来一间 对 又接出来一个 那也 房本上就是八平米 对 哦 我那孙子都三十多了 从孙子 从孙子都多了 那不是四代同堂吗 是四代 对 四代同堂 但是他们不是说都住这儿哈 人家都人 儿女多就都封面了 嗯 都都好久是十五 那儿子都六十了 是 哦 儿子现在跟您在这儿住了 八平米 就晚上跟我在这儿住 哦 而媳妇呢 他们得住楼房 哦 儿媳妇那边有楼房 儿子就是为了照顾 他就是为照顾 我一个人在这儿休息不行 他们不放心 老伴儿不跟我过 没了 哦 老伴儿没了 老伴儿走着走 嗯 看 多样住都住没了 是吧 那您儿子挺好的 我觉得 儿子能这么着 就专门过来照顾 晚上跟您一块住 儿子离子不远 嗯 那您这个儿子挺孝顺的 嗯 那我一个人在这平房住 晚上睡觉有点事 你接风你能叫谁啊 嗯 就楼房你也敲醒人家 嗯 您现在身体挺好的吧 就是身上不好 是吧 我看您现在就是说 咱们就是 听力挺好的 听力也行 眼睛呢 眼睛不行 现在迷糊 嗯 是不是啊 嗯 化验 哦 心脏 那您这个车出来干嘛呀 溜达溜达还是买点东西啊 就在这儿坐着 我买不了东西 我走不了 嗯 没人去车一步都不能走 嗯 聊聊天看看这人来人往的 挺好的 嗯 有时候这老姐们有一块儿就待会儿 哦 就能说说话就挺好的 对 今儿那姐们没出来 嗯 花儿做的 酒做的 肚子呢 现在 是 这老人都挺长寿的 可不吗 哈哈 现在生活好啊 嗯 嗯 吃的不像以前了 那时候还不好 这会儿你不管多少吃不着儿女就行了 您说的对 就是不给儿女添负担哈 对 哎呦 真好 小孩 那她这条街还属于牛街 管理 属于牛街 那这个 这个还都属于就是 和淳眠 还是个范名 看大妈的精神状态呢 挺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心态也挺好的 就是一种满足感吧 应了那句话 那祝您那个家康 子孝 谢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